一座城市最能俘获人心的除了深厚的历史积淀 还有让人回味无穷的美食之祸 河南商丘历史悠久 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也是各类美食的汇集地 如果说文物是一个地区发展变迁的记载 那么美食则是一种文化和生活习惯的传承 走在商丘 不仅能感受到厚重的历史底蕴 还能品味到传统美食带来的家乡味道 在商丘 林林总总的面食中 烧饼为何能够独树一掷 做的东西我们煮烧的时候了 做你就做专业 煮熟的羊肉为何要做成垛子形状 复杂的工艺带来怎样的口感 郁白糖可以去掉用 羊肉吃得更好的 为什么说玉冬羊肉汤是对味蕾的极致诱惑 味道特别好 在喝别的地方羊肉汤都会喝不习惯 是因为老味道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走进美味商丘 河南省商丘市地处黄淮平原腹地 历史上 城汤涅下后建立商朝 最初就是在此地建都 这里还是华商始祖王亥的故里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商丘拥有众多的名胜古迹 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让人流连驻足 那么接下来的味道调查 我又将有怎样的发现呢 出来乍到 在街上随便转转 我发现商丘人特别喜欢面食 商丘人对面食的偏爱 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进行深入调查之前 我找到了当地的文化学者 商丘博物馆馆长王良田 希望他能给我一些建议和指导 我这两天刚到商丘的时候 先是体验了咱们这儿的小吃 发现以面食为主 这是咱们当地的一个特色吗 对 特别是猪市 主要是一面食为主 商丘市主要是河南的小北主产区 而且明年的粮食产量还非常高 王管长告诉我 商丘市国家粮食核心主产区 素有玉东粮仓之称 而这个称号的由来 和历史上黄河的多次泛滥 与改道有关 黄河反应对商丘整个玉东的影响非常大 最初是寒带 特别是北宋至清先锋年间的七百年间 黄河打了繁滥大十几次 彻底改变了商丘的地形秘密 其实历史上商丘是属于巧证地区 结果黄河繁滥把商丘冲击成现在看到的一万五几个大平原 千里卧野非常适宜种植小麦 因此商丘成为国家的大粮仓也就不足为怪了 因为它种植是小麦 在家加工容易干净 它便于做成隔壁的面食 所以咱们这面多小麦多也会吃面 对对对 了解了商丘人偏爱面食的缘由 王管长建议我去品尝一下当地的名小吃烧饼 这个建议多少让我有些意外 按说烧饼十分常见 并不是任何地方的专属 那么商丘的烧饼究竟有何与众不同呢 按照专家的指引 我找到了商丘市一家制作烧饼的老字号 刘家烧饼 在商丘烧饼摊成百上千 但扛把子非刘家烧饼莫属 拥有中华老字号的金字招牌 刘家烧饼在商丘古城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刘建州是刘家烧饼的第六代传人 54岁的他已经整整打了四十年烧饼 刘建州说 自家烧饼之所以能成为商丘的风味名吃之一 既得益于对传统工艺的坚守 又来自于独特的调味料配方 制作刘家烧饼的第一步就是制作调味料 为了保证品质 作料一直是刘建州亲自采买 而用到的作料居然有十七种之多 按照一定的比例将作料下锅 旺火翻炒 然后在阴凉处风干晾凉 接下来的一步十分重要 将晾干的作料上磨研磨 刘家热 我到这儿其实有一个困惑 这些料加在一起 它每一味料都是属于那种香辛味比较大的那种 对啊 您确定这些东西是要放在咱们烧饼里的吗 是啊 这不会特别冲吗 不会 不会 作料要反复研磨 一遍遍过锣 筛成细腻的粉末 这项工作看似简单 实际上非常耗时 也极为辛苦 这是末出来的 对啊 做一张饼制于这样 做东西我们主上就说了 做你就做专业 老的手艺 传统手艺 体现出来 所以老的传统手艺就是这样 是吧 到底哪也没变吗 对 抓三圈扫一下就行 一圈 两圈 三圈 好 空了 哦 研磨做料的同时 刘建州的两个徒弟也开始了其他食材的准备 颗粒饱满的芝麻 用清水淘洗去掉杂质 滤干后放入石臼 倒去外屏 只有好的食材才能做出好的味道 当地优质小麦 磨成的面粉自然是主食材的不二之选 刘建州兄妹四人 他排行老大 十四岁起 他就挑起了家庭的生活重担 靠着摆摊卖烧饼 帮着收入微薄的父亲 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四十年光阴匆匆而过 靠着小小的烧饼 刘建州不仅帮弟弟妹妹们成了家 还供儿子读完了大学 如今刘建州的母亲已经八十岁了 老人依旧耳聪目鸣 每天都要来店里帮忙 准备工作就绪后 接下来便可以正式制作烧饼了 刘大哥这是你儿子 是 小刘 所以下一个传承者就是他了 刘宽是刘家烧饼的第七代传人 大学毕业后 刘宽进入了政府机关工作 虽然没有跟随父亲经营烧饼店 但一有闲暇 刘宽就会和父亲学习祖传的烧饼制作记忆 就是我有个祖训 男丁 你不干烧饼可以 但是你必须会 在我以往的认知里 制作烧饼似乎并不复杂 但实际体验之后 我发现任何事情要想做好 都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 其实做什么事 尤其是工作或者劳动 都是要有节奏 对 不光是音乐都有节奏 做这面团也有节奏 压 这一步叫刀花 这还有改刀 对 一手这个料偷的一个空气孔 全散发出来了 特别香 制作刘家烧饼要经过 揉剂子 搓条 揪团 抹馅 包团 刀花 捏盐 撑花 抹水 蘸芝麻 上炉等十多个步骤 整个过程一气呵成 在很多传统手工食品 已被放到工业化流水线上复制的今天 刘家烧饼依然坚守着传统的工艺 和最初的味道 每一道工序都体现着一种严谨 细致追求完美的工匠精神 你知道好多的工序是看着特别简单 但实际上当你实际操作的时候 是要一个非常强大的肌肉记忆 而这个肌肉记忆是需要日积月累 甚至是十年几十年的功夫能练出来的 拿这样拿 放在手上 芝麻在手背上 对 来 放进手背上 来 好的 来 关键这一步啊 你放这 你成为再次一举了 你不要害怕 我就往里走 往里走 往这跳 往这跳 拿手 不是很好吗 好的人 其实还好 其实还好 其实一开始我最感兴趣的是 这贴的一下行挺刺激的 但是当您第一个饼贴里边的时候 这味一飘出来 我最感兴趣就是这东西的味道 没有 我受了 我吃了 可以吃了吗 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我大口下了 好的 焦吗 有 佐料有没有 有 面香吗 香 越嚼越香 对 因为用料烤鸠 制作精良 刘家烧饼 各个体型圆润 色泽金黄 咬上一口 外焦里嫩 香酥可口 三百多年来 刘家就是用这样的技艺 满足着古城人的味蕾 别人给你信任了 你得给别人信任 做生意呢 没有诚信 你就没有出路 现在刘家烧饼 已经有了开设几家风谷市直营店的打算 为的是让更多商丘人品尝到属于家乡的味道 记住最美最浓的一份香仇 告别了刘建州一家 我动身前往商丘市的宁岭县 去调查另外一道商丘名吃 剁子羊肉 这是王良田馆长向我推荐的第二条美食线索 其实在刘家烧饼店里 我们已经见过剁子羊肉了 就是刘建州的老母亲切的这种 这种造型的羊肉 我还是头一次见到 羊肉为什么要做成这种形状 它又为什么要叫做剁子羊肉呢 我小时候在农村的时候看到了 他们这种工艺 它会有一个地火炖很多羊 这样的话会形成有一部分是块比较小的这样的肉块 为了便于这些小的肉块去上外去卖 别浪费了 便于也更好看 因为再加上也碎肉 然后它就把它压成剁子的形状 成形状以后它便于切着去对外销售 王馆长说剁子羊肉是烧饼的绝配 刚出炉的烧饼加上剁子羊肉 让人百吃不厌 不过既然市区就有 王馆长为什么还要推荐我到 四十多千米外的宁岭县做调查呢 这宁岭的剁子羊肉到底有什么来头 关老爷子 您就好 您就好 对对 这是您家 对 这就不是圆 这圆的还种我树是吧 对对对 这是什么树柿子 这是柿子树 今天奔着您家这个特别的美食来来 好好好谢谢 关静德今年七十五岁 制作剁子羊肉已经六十年 关家祖祖辈辈制作剁子羊肉 关静德是第二时代传人 剁子羊肉第一步就是盐肉 一本肉得长到一斤多盐 那这肉放进去之后得腌几个小时 最起码也在一天一夜二十四小时现在天日 这一天一夜 最后在二十四小时 好长的等待时间 咱今天有腌好的吗 咱就腌好了 有腌好的就行 树柿今天做的是相当于给明天备着的 对对对 还行 我还以为我还在等一天才能吃到了 将大块的精选山羊肉放入缸中腌制 每四个小时左右翻动一次 让盐分均匀地渗入肉中 锅里倒入老汤 再加适量的水 然后放入逆致的调料包 跟我想的差不多 这么大口锅 这料包也得这么大了 这里边都是什么八角 这里是八角 花椒 肉扣 肉扣 咱家的秘方呗 是不是 对是 那这腰包也扔了 扔了一半 现在我不用看锅里 我光闭上眼睛就知道这锅开了 首先这个蒸汽缭绕 这温度上来了 再就是汤里边的味道 出来了 浓香铺皮 就往你脸上铺啊 这一大盆肉 这还不是全部呢 是吧 两大盆的 也是够壮观的 现在按照您的意思就是说 在汤滚沸的时候 往里下肉 对 制作剁子羊肉 要挑选出生一到两年的本地山羊 这样才能保证肉质细嫩 味道鲜美 这完全是一个人干不了 一个人干不了 羊肉下锅之后 要大火煮沸 一个小时以后 改为文火慢炖 经过三个小时 羊肉就可以出锅了 我跟你说 我刚才在院子里坐着的时候 就已经控制不住了 我说我一定要忍着 因为那香味实在是太浓了 现在算是煮好了是吧 现在煮好了 这天都黑了 在这一刻 我觉得不管 这个人有多大多成熟 当他一下午没吃饭 站在锅边 看着一锅肉的时候 瞬间回到了那个小时候 在灶台边等着 爷爷奶奶等着大妈妈 给他一口的那个状态 真的是止不住流口水 您给我搁一口尝 这个是吞木 这个是烂零 虽然这不是最终成品 是吧 但实际上 到这部是可以吃的 可以吃的 因为你们不在锅边待着 你是体会不到那种痛苦 按理说 应该等最后成品的时候 再尝一下 对吧 但是现在此时此刻 真是受不了 我尝了 满满的幸福感 对对 这个就是把香料的味道 和之前腌制那个 羊肉的那个咸味 是 已经是成一块菜了 我觉得 对 而且非常地嫩 哇 太棒了 不啥不行 不腻 确实是 情香利口 跟我认识 我现在还曾经在这个 享受当中 哇 用老汤和独门配料 煮好的羊肉 肉质细嫩 鲜而不删 口感非常醇厚 单从吃的角度 看 到这里 应该算是大功告成了 然而 对于制作剁子羊肉来说 刚刚煮好的羊肉 还只能算是 半成品 羊肉出锅以后 要先摊开散热 等到能下手的时候 关静德的儿子 女儿 女婿 便一起动手 去掉肉里的肥油 接下来 还有最关键的一步 那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我觉得刚才您出锅那一下 直接切成肉 也挺好吃的呀 尾巴糖 直接去掉肉 肉肉吃的更好吃 哦 就里边那个汁水去掉了之后 会更好吃 是更好吃 哦 其实我现在就有一个 非常幼稚的想法 就是想把头扎进去 张开大嘴 直接往里吃 因为太过瘾了 看着就很爽 是 但是我刚才看见 有一步骤 就是把那个羊的肥肉都去掉 是 但吃羊肉 有的人就爱吃那个肥口来 现在跟一线不一样 一线是个爱吃细腻 人是瘦 现在人的生活 得健康了是吧 得健康了 你一般这个幼稚都不要吃你 你要是幼稚的 你看这个三高病比较多 咱们现在还 做法还考虑了健康 这个因素是吧 宁愿吃肥中之瘦 不愿意吃瘦中之肥 宁愿吃肥中之瘦 不吃瘦中之肥 对 在经济困难的年代 人们舍不得浪费一点食材 传统的剁子羊肉里 掺杂着肥油和下水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 人们对食品的要求 也越来越高 官静德与时俱进 食材上只选精瘦肉 这也是官家剁子羊肉 久胜不衰的法宝 把肉码成一剁 包在细白的纱布里 包好的羊肉垛子上 摆好牛肋骨 上面再放上一根结实的木杠 先固定好一端 用力将另一端压紧 然后用绳子固定 牛肋骨天然的弧度 与羊肉垛子紧密贴合 这样能保证受力均匀 羊肉里的油脂和汤水 就被挤压了出来 从前 垛子羊肉都是用绳子 绑住木杠来进行压制 后来为了提高效率 关静德改进了工具 用螺栓代替了绳子 这样不仅省时省力 压好的肉还更磁势 到了这一步还不算完 固定好的肉垛 要整体放入冷库里 冷冻12小时以后 垛子羊肉才算做成 这就是12小时之后的成形 对应该串平了完成了 对应该串平了完成了 听着拍这个声 就够磁势了 对 看这个羊肉这个状态 要是不看全过程 真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对 而且这样状态羊肉 我是从来都没有劲儿 第一次啊 第一次第一次 第一次 那这个东西怎么处理啊 怎么吃啊 以外吃炒鸣芽肉 最传统的就是烧饼加肉片 炒鸣芽肉最合适了 好嘞 咱给我来一份 好嘞 这就是我老爷们推荐的 剁凉肉加烧饼 这是当地最传统 也是最正宗的吃的 看起来有点横的 尝尝 这烧饼还挺胖的 这个羊肉一碗中之后 它是偏冷的口感 而且烧饼是滚烫的 热冷 酥 软 然后咸和蛋 中和到一起 这个口感完美 唯一的遗憾就是 我这么吃有点点干 再来来一会儿 我关老爷的要碗羊肉汤 这两块饼 都是我的 烧饼的酥香 与剁子羊肉的醇香 完美结合 咬上一口 真的是人间美味 多亏听了王馆长的建议 这一趟凝灵 还真是不须刺惊 关老爷子 对祖传 剁子羊肉 进行了改良 调料中 加入了对人体有益的 钥匙兼用料 食材上 去掉了肥腻的油脂 选材讲究 做法地道 保证了这道美食的 独特味道 烧饼加剁子羊肉 令人齿甲流香 美中不足的 就是差了一碗汤 无论东西南北 各地都有喝汤的习惯 王良田馆长说 关于喝汤 当地人也有自己的讲究 最喜欢的是羊肉汤 一个是羊尾 然后它就是对你提升 整个英式的这种舒适度 是有关系的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 山丘还有个习惯 去吃水胶 一般要喝一点胶子汤 人能化验食 人能化验食 或者就是什么 春安卖喝点汤 顺利顺利 对 王管长说 山丘地处 玉鲁苏碗 四省结合部 汉族 回族 满族等多民族同胞 共同生活在这里 一直以来 当地人对牛羊肉 就特别钟情 为了喝一碗地道的 山丘羊肉汤 我按照王管长的建议 来到了山丘市 渝城县的利民镇 在一处车来车往的路边 我找到了一家 专做羊肉汤的小店 小店没有多大 上午十点钟刚过 就陆续有时刻光顾 点上一碗羊肉汤 我等不及 要先尝为快 汤汁浓稠 羊肉酥烂 口感顺滑 味道鲜香 难怪会得到王管长的推荐 店主蔡大哥 经营羊肉汤 已经二十多年了 他兄弟四个 全都经营着 祖传配方的羊肉汤 这散发着极致诱惑的羊肉汤 是如何做成的呢 身为味道调查员 我必须一探究竟 咱们这个羊汤的食材这部分 就都被洗了 是吧 棒骨 然后鸡骨 羊肉 羊肉 这羊油 羊油 你做羊汤还要放羊油吗 羊油除味这样咸 放羊油会不会让那汤会腻啊 不腻不腻 香而不腻 香而不腻 散养的玉冬小山羊 肥瘦均匀 肉质紧实有弹性 出生一年左右的小羊 是制作羊肉汤的首选 这么大锅呀 一锅 不购了一锅 两锅 那就是中锅一锅 下锅一锅 对 是吧 是 敲断的羊骨 温水下锅 铺在锅底 羊肉剁成大块 随后下锅 一整只羊 是吧 一整只羊 然后放入羊油 秘制调料必不可少 最后再放入红辣椒 开大火 剩下的就交给时间了 这一锅瓶子聊了多少时间 三个小时 三四个小时 三个小时后 羊肉已经煮熟 小店陆续上课 这时 蔡大哥把刚刚做好的辣椒油 倒入锅中 一来可以增色 二来能减少山味 使熬出的羊肉汤 香辣不腻 到这里 一大锅羊肉汤 就算熬好了 不过 怎么看 这都像是一锅煮羊肉 这羊肉汤 该怎么吃呢 葱片垫底 煮熟的羊肉 晾凉切片 用沸汤 冲涮几下 加入调料 点上香菜 浇上锅里的沸汤 最后 再淋上一点 汤面上的红油 一碗鲜香味美的羊肉汤 才算最终完成 之前就听了我这朋友说 这边的羊肉汤有一家特别好 今天有幸过来尝一遍 味道特别好 以后可能再喝别的地方 咱们都会喝不习惯 不是来一次点事 走着来 该吃饭的时候 吃一个 这是这个老味道 凭着一碗羊肉汤 蔡大哥拉扯大了一双儿女 慢慢地改变了生活 并且为难来北往的过路客 提供了便利 虽然每天都很辛苦 但凭着双手创造生活 他的心里无比踏实 你做上一身心为美 不能击碍脚皮诗 慢慢地刺验一账 客户就走了 信阳 东莲安徽 南临湖北 地处厄玉碗交界 是河南省最南部的地级市 也地处中国自然地理南北分界的秦岭淮河一线 气候适宿移 土地肥沃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为信阳人提供了丰饶的物产 鱿鱿鱼 鱼 鱼 鱲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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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县 位于信阳市东部 是信阳人口第一大县 走在这里的大街小巷 随处可见鹅块店的身影 当地人对鹅的喜爱 早已融入骨髓 一日三餐 鹅是他们餐桌上 从不缺少的家乡滞味 故事县南伊大别山 北林淮河 这里温暖湿润 水网密布 是大鹅的天然养殖场 故事鹅个头大 羽毛洁白 天然的环境 是以野外放养 鹅群以草虫为食 因此肉质细嫩鲜美 美味食材的进水楼台 使故事人形成了爱吃鹅的饮食传统 早上七点 梁家巷的烟火器伴随着市井喧嚣 拉开了一天的序幕 北梁巷 南张街 这两条略显老旧的狭长街巷 曾是县城最繁华的地方 随着城市发展 商业重心转移 这里不再是当地最重要的商圈 然而 它的热闹依然不减 烧汤 打饼 热气腾腾的食物 召唤着早起的时刻 故事人的早餐品类丰富 一碗现烫的鹅块 是所有早餐中最经典的存在 一张几经修补的大桌 一盆碰香四溢的鹅块 一口鹅汤滚沸的铜锅 这个位于张街和梁巷拐角的摊位 是几十年屹立不倒的味觉地标 守住这一位鲜香的摊主 被人亲切地称为张街老奶奶 在老奶奶这里吃鹅 可以挑选自己心仪的部位 再根据喜好 将选好的配菜放入铜锅中 一涮一烫 浇上香辣咸鲜的汤汁 便是一份让人舒服欲贴的早餐 来吃的大多是香熟的时刻 一边吃着无害 一边与老奶奶闲话家常 这是他们打小就吃惯的味道 不少人即便搬了家离了乡 仍会寻味而来 每天中午11点 一方小推车都会准时出现在同一个街口 四十年如一日 食客们仿佛有默契一般 准时在路边排起长队 一包鲁块 是故事人便捷美味的午餐之选 在故事这个百万人口的大县 有大小鹅块店几千家 推车售卖鹅块 是当地一道独特的美食风景 摊主仅靠一方小推车 便征服了故事人的胃 这其中究竟藏着怎样的美味奥秘呢 清水炖鹅几乎是所有故事鹅派的做法 简单原始的烹饪方式 对食材的要求颇高 选用一岁以上体型匀称的本地大白鹅 是摊主鹅块好吃的关键 老鹅肉质紧实又韧劲 脂肪含量低 烹煮后肉甜汤轻油而不腻 大火滚煮半小时左右 将鹅依次翻面 烟雾蒸腾中 带着青草香气的鹅肉味道被激发出来 弥漫在造房中 用勾叉戳肉观察色泽 如同望闻问怯 摊主自有一套拿捏时间和火候的办法 这是几十年来与鹅肉打交道磨合出的灵犀 煮好的鹅肉皮紧实 不满凝结出的水珠 如同细密的汗滴 这正是故事鹅块 也被称作汗鹅块的原因 夜幕降临 大街小巷的鹅块管子 纷纷亮起招牌 忙碌了一天的故事人 依然选择用鹅块来犒劳自己 比起早午餐的随意 晚上的这顿鹅块更具鱼饰感 汤头决定着鹅块的灵魂 故事鹅块千家百味 区别就在于汤汁的调味 用鹅油将葱 姜 辣椒炸出香味 煮鹅时的清汤经过过滤 变成了熬汤时重要的汤底 纱布里包着的 是每家鹅块店不外传的秘方 鹅油 鹅汤在辅料的催化下 散发出鲜香净辣的浓烈滋味 沸腾翻滚中 咸心扑鼻 勾人食欲 将故事鹅块制成火锅 是深受当地人喜爱的一种吃法 先吃肉 后涮菜 鹅肉筋得不柴 汤底麻辣鲜香 润而不腻的鹅油 为鹅火锅勾勒出层次更为丰富的味觉碰撞 一块鹅肉唇齿留香 一口鹅汤酣畅淋漓 一日三餐 鹅块不仅是故事人满足口腹的鲜香滋味 更饱含着对家乡说不清道不尽的浓浓香情 商城县位于信阳市东南部 大别山北路 这里水田齐步 河塘纵横 加之气候温和 光照充足 是水禽繁衍的理想糖素 淮南麻鸭是当地特产 灰色为母 绿头为宫 公鸭皮薄 骨细 肉嫩 煲汤炖菜 味道鲜美 当地民众烹制食用老鸭汤的历史远远流长 两千年建县 三千年鸭汤 说的便是商城 商城老鸭汤作为信阳十大特色菜之一 享誉全国 清晨的大别山 薄雾弥漫 虽然已是初冬时节 山中依旧林木葱龙 薄德纲是附近一所庄园的厨师 每天赶在日出前进山打水 是他雷打不动的习惯 俗话说 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 大别山中的水 清烈甘甜 在薄德纲看来 只有用本地纯净的山泉水炖汤 才能赋予商城老鸭汤最香醇鲜美的滋味 离了这方水 即便是相同的淮南麻鸭 日出的鸭汤 味道也有些许差别 博德纲的清晨 忙碌而充实 打水买菜 粥而复食 这个萝卜好 本地的萝卜 就买这种 比较小 太大也不好 太小也不好 就比较光滑一点的 就这种 这炖出汤才好喝 萝卜是信阳特产之一 双酱后的本地萝卜最为清甜美味 是冬季制作老鸭汤时的最佳伴侣 萝卜长到地里 你看这是土壤 这是地层 然后它就这样往生长 大部分在外边 地面一上 地面一下 一小部分 油光发亮 清里透着一种脆 清得多 白得少 这种叫我们在 当地的就叫那个清头萝卜 沁阳本地萝卜 个头不大 形如圆柱 上青下白 色泽翠绿 鲜嫩多枝 当地俗称 楞头青 我们靠到白河之边 就是沙土地 很松软的这种 看吗 它起来成坨 你捏完松手 它自然就会散开 就是这种 很松软的这种投资 适合我们种各种菜类的 信阳独特的地理位置 为萝卜提供了天然 优良的生长环境 咬一口 最甜 最甜的 当地人把对萝卜的钟爱 融进各式菜肴 商城老鸭汤 就是其中之一 柴锅中倒入山泉水 将切好的鸭块放入锅中 下入葱节 姜片 盐 起到调味去腥的作用 旺末烧开 急火猛顿 快速激发出食材的滋味 随后 将鸭汤盖沙罐中 换锅慢炖 是博德刚做汤的诀窍 也是它制出的鸭汤好喝地道的关键 换锅时机的拿捏尤为重要 大火猛炖久了 汤色会变成乳白色 失去尝静清凉 陶土炉中放入烧红的木炭 用这种小炉子煨汤 是当地人祖祖辈辈研习的饮食习惯 将沙罐放在陶土炉上继续炖煮 锅具的选择颇有讲究 沙罐通气性好 吸附性强 传热均匀 散热慢 可以在食物与火之间形成缓冲 达到小火慢炖的效果 鸭子煮到八成熟食 下入萝卜 萝卜的加入如同画龙点睛 让鸭汤瞬间有了灵魂 在陶土炉上炖制鸭汤 几乎看不到汤汁沸腾的样子 汤上飘着一层清凉的鸭油 表面波澜不惊 细看之下能看到细小的气泡 从锅底缓缓升起 散发出的浓郁味道 暗示着油层下悄然发生的变化 带萝卜炖出毛边 待萝卜炖出毛边 一加急断食 鸭汤便可以出锅了 地道的商城老鸭汤 鸭肉滑嫩 汤清味鲜 萝卜清香 甘甜爽口 常识不腻 一碗鸭汤 诠释着商城人 对食物原汁原味的质朴追求 更寄托着他们 对家乡水家乡味的浓浓眷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闷罐肉》是陆松最喜欢的一道特色菜 也是农场里最受欢迎的头牌 与其说 闷罐肉是一道菜 不如说是一种储存食物的方法 信阳横跨淮河两岸 空气湿度大 新鲜的肉类食材极易腐坏 古时 勤劳智慧的信阳人 将熟肉注于陶罐中 用油封存 酒放不服 随吃随取 既封存了美味 也保随了家人的温饱 阿姨今天中午做焖罐肉了 同罐中取出的焖罐肉 油脂凝白 柔软如糕 肉片紧致昙滑 饱满通透 想要收获滋味上成 酒醇不服的焖罐肉 需要上好的食材 和烤灸的烹饪方式 天气微凉的晴朗午后 是农场里烹制焖罐肉的最佳时间 生长一年左右的玉南黑猪 肉质紧实 不失鲜嫩 是当地人制作焖罐肉的首选 五花肉看似肥腻 却能在烹制中 收获最佳的口感和肉香 提前抹盐腌制后的黑猪肉 被切成一纸宽的厚片 肉片太薄 烹制过程中容易碎散 太厚则影响口感 阿姨柴准备好了 可以生火吗 是吧 用柴锅炼肉 是焖罐肉好吃的关键 做出来的猪肉 带有一丝柴火的烟气 风味独特 大锅烧热 直接倒入切好的肉片 此时务必用小火 让肉片出油的同时 不易糊锅 十来分钟后 转猛火急功 火旺且猛 是肉片下油的关键 高温作用下 肉片中的水分蒸发 脂肪融化成油脂 慢慢溢出 只有将五花肉中的油脂 尽可能多地炼出 才能赋予肉片 香而不腻的滋味 这也是焖罐肉 好吃的关键 猛火不停翻炒 半个小时左右 肉片逐渐被澄清透亮的猪油 慢慢浸没 小火再炼十分钟左右 肉片越发紧实浇酥 此时的焖罐肉已经炼好 空气中飘散着浓烈的肉香 炼好的肉片自然晾凉 装进干净无水的陶罐中 焖罐肉即将迎来华丽的变身 肉片放置八分满 将炼出的猪油倒入罐中 没过肉片 初冬时节 天气微寒 装罐一天之后 猪油便可自然凝固 油脂包裹住肉片 隔绝了空气 如同真空包装一般 将陶罐放置在阴凉通风处 储存一年也不会变质 肉片滋味更胜原先 这种用油风储存肉食的方法 正是焖罐肉的精髓所在 经过时间的淬炼 从罐中再次取出的焖罐肉 如何烹调 方法简单自由 焖罐肉下锅 包裹在肉片外的膏汁 慢慢化开 加入姜 辣椒 料酒 翻炒 香味 顿时弥漫在空气中 随后放入本地特产的萝卜 炒至断生 清水炖煮 待萝卜软而不烂 浸透肉香 简单调味后便可出锅 筋道的肉皮 紧实的瘦肉 一块肉片口感层次分明 萝卜吸饱了肉汤 咬下去汁水满盈 一锅热气腾腾的焖罐肉 承载着信仰人对美味及香愁的寄托 如今 人们已经无需再为果腹担忧 但这份独特的滋味 却伴随着特殊的时代记忆 保留了下来 成为信仰人生活中 难以割舍的部分 也是在外的游子 久别归乡最殷切的盼望 清晨的市场 最能展现出一个城市的活力 跪于信仰市胜利路的肉铺一条街 人来人往热乱喧嚣 这里临近生活区 晨练归来的老人 送孩子上学的家长 都是这条街的常客 这其中也不乏热爱烹饪的厨师 王小辉是土生土长的信仰人 热爱信仰菜 更擅长烹饪信仰菜的他 以推广信仰菜 打造信仰菜标签为己任 这条街是他物色食材的好去处 要把牛肚绑子挖 我们要那个绑子型 那昨天要那个绑子型 牛肚绑子买完了 没有了 王小辉要寻找的食材 叫牛肚绑 指的是牛腹部 即靠近牛肋处绑得最紧 最富弹性的一层 也是牛腩中最具韧性的一部分 好吃会吃的信仰人 将黄牛身上的这一部分单独分割售卖 起名牛肚崩 信仰地势南高北低 南部秋陵起伏 水田盈盈 北部平原则以汉地居多 独特的地理环境 形成了鱼米之乡 与北国情调共存的农耕文化 也造就了黄牛和水牛并存的耕作方式 黄牛不仅能为农耕贡献力量 也具有极高的食用价值 美味的黄牛肉 激发着当地人的灵感 牛肚崩 就是信仰独特饮食文化中 形成的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食材 对于信仰菜如属家珍的王小辉来说 如何挑选牛肚崩 他早已深谙其中之道 上等的牛肚崩 肥瘦相宜 以筋为主 瘦肉为辅 一头牛只能产一副牛肚崩 产量稀少 高质量的牛肚崩 更是可遇不可求 难得找到心仪的食材 尽管价格不菲 王小辉还是一口气都买了下来 为了赋予菜肴最佳的口感 烹饪前 牛肚崩还需巧手的大厨 精细处理 去掉连接两侧肋骨的牛腩肉 和大块肥油 仔细遍去多余的油脂与筋膜 处理好的牛肚崩 呈三角形 这正是牛腹部斩平的形状 牛肚崩真正的筋滑部位 就在中间这一条 这一块是最筋滑的部分 平滑透亮 筋与肉分布均匀 肥瘦相得益彰 上好的牛肚崩 在灯光的照射下 透出金黄粉嫩的色泽 有别于北方常见的红烧 酱烧等烹制牛肉的方法 清炖是信仰人对牛肚崩最妙的解读 简单的食材和辅料 是清炖的精髓 抄水洗净 牛肚崩变得卷曲 富有弹性 呈现出乳白如玉的色泽 食材特有的弹花已经出现 热锅烧油 姜片爆香 加入牛肚崩 快速煸炒 水分炒干 色质微黄 便可捞出 放入加油清水的沙桃罐中炖煮 沸腾后 放入葱节 转纹火慢炖 特制的沙桃罐 保证了温度的均衡 肉中的油脂 封在汤水表面 防止水分过度消耗 三四个小时后 牛肚崩炖至八成熟食 本地青头萝卜又一次出厂了 带萝卜软烂 吸足了牛肉的汤之后 简单调味 清炖牛肚崩便可出锅了 晶莹剔透 爽滑弹牙的牛肚崩 口感独特 滋味清爽鲜醇 萝卜软而不散 甘甜中饱含肉香 历经数个小时的慢炖 食材滋味尽数融于汤底 细品之下回味悠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